柯文哲他講說健全政府有SOP 比較健全政府不管長官在哪裡 所有底下人都能夠照SOP 自動自發進行 這才是比較文明國家的做法 蘇貞昌說首長你要坐鎮 柯文哲說平常不訓練 災情耍官威 蘇貞昌講說每個首長都能了解 人民生命財產比選舉輸贏重要 柯文哲說平常你不準備不訓練 跑到災害應變中心 大呼小叫耍官威 順便抹黑別人還有什麼用呢 事實上蘇貞昌昨天下午 也很多輔選行程 但是他昨天下午到晚上 輔選行程全部取消 他兩點整坐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柯文哲你不是說作秀嗎 那你回來幹嘛 就不要作秀 他昨天還跟小孩子賭氣一樣 這個災害都作秀 我才不要這樣幹 那你回來幹嘛 柯文哲我也想請問你 你的SOP裡面 好啦我同意就是市政府有 中央跟地方政府都有運作的機制 都有SOP 可是SOP裡面有沒有 市民淹水市長在外地輔選的 正好你怎麼看 沒有錯柯文哲我同意 健全政府有SOP 可問題是台北市就不是健全政府 你懂為什麼 你如果有SOP的話 尖百零橋 沒有這50台車被泡水 你柯文哲你不要跟我講去輔選 你去月球去火星 我對柯文哲了不起 不用你柯文哲不用下決策 然後整個台北市如常運行 我覺得你柯文哲了不起 現在台北市的狀況是什麼 市長跟副市長都在選舉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你有SOP沒錯 假設柯文哲今天不在 黃珊珊如果沒有要選舉的話 他把他扛起來那OK啊 可是台北市問題就是 你市長在當民眾黨的黨主席 然後你的副市長 在當台北市市長候選人 沒有人要管台北市市民 你如果照SOP 我認為如果今天黃珊珊沒有出來選的話 搞不好狀況又不一樣 對 我也認為黃珊珊搞不好指揮 指揮比柯文哲好 問題就是你柯文哲把台北市政府掏空了 你把台北市政府所有人 有戰力的全部都拿去去做選舉 對不對 另外一件事情 我覺得犯錯是一回事 每個人都會犯錯 犯後態度又是一回事 柯文哲這次讓我們最不起的就是他的犯後態度 我覺得囂張到不得了 我覺得狀況是這樣子 你百靈橋淹了50台車 你跟他講說國民要對自己負責 請問你要怎麼負責 剛剛主席姐講說通知後只有19分鐘是不是 沒有 他是關了41分鐘之後才通知 4點關水門 但是4點41分 好 那更屌了 我是會無法歸嗎 所以你現在是到水門去看你車子的屍體 對啊 不是 我在家我又不會把握 我怎麼知道我要怎麼負責 還是我通靈 關落鷹 你懂的是嗎 把握握也只有一半的機率 把握握也只有一半一半 這樣開天眼 對啊 你怎麼樣 你今天你是你台北市政府 你本來就有跟中央氣象局 跟河川局 橫向聯繫的責任 你上游的水會一增加 河川局跟你台北政府就要互相有通 對不對 一通的時候你就要通知嘛 你SOB沒有OK 結果你賣41分 那完全沒什麼好講 我覺得這沒什麼好講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他說網路無所不在 我柯文哲就無所不在 你是網軍無所不在 柯文哲就無所不在 你是網軍不是網路 網路我們講這件 因為他是舉例什麼 他說你看美國總統 靠這個空氣銀行不用在華盛頓 可以掌管全球的事物 好 如果你今天柯文哲 你的所謂的手掌在那台車 有去跟紮開一邊中心 做全套的連線 有做視訊 然後你就要在趕路的過程中 你完全可以指揮落定 我認我OK 我接受在這個時代應該這樣 搞不好經過這件事 我認為第一個會反應是陳其邁 陳其邁一刻就把他把他車子 裝上這種視訊 我OK 因為本來就不能要求說 手掌每一分每一秒都待在台北市 這也很怪對不對 可是你看 好 你剛剛舉例空氣銀行就告訴你 空氣銀行所有指揮系統 都跟美國政府連線了 所有只要一出現問題 他那個連通訊都是加密的 好 你柯文哲不要做到這個程度 如果你今天坐車 上面有這種連線機制 你第一時間趕回來 在車上就開始開會 然後把這些一一指揮落定 然後百零巧不要慢41分鐘發布的話 那我請問 我們有辦法罵你嗎 你就沒有做到這件事情 拿空氣銀行在比什麼比 所以我覺得大家在談一件事情 要同一個標準 我就問 那個時候陳其在當高雄市市長的時候 回官邸兩個小時被罵到現在 到現在還講到稅局 可能很多人都忘記 我幫大家回顧一下 201年9月19號的水災 下午 整個上午 陳其都在勘災 中午12點才離開房災中心 然後1點20分 還去市中心視察 他等於說從早忙到快2點半 回到官邸 你早要讓人家吃飯 洗個澡換個衣服 對啊 因為你淋大雨 一定會失 而且手機什麼都保持上頭 2點半回到官邸 4點50就是兩個小時 20分鐘又離開官邸 繼續工作 繼續視察 繼續勘災 兩個小時20分鐘 而且陳其沒有去浮選 沒有離開高雄 沒有說我這是作秀 我不屑作 沒有叫高雄市民 要負起高雄市民應盡的責任 沒有說網路無所不在 我陳其無所不在 沒有 他一到 站在一邊中心 鞠躬道歉 抱歉 這兩個小時我都不應該 所以我在談 政治人物的犯後態度很重要 對不對 即便是陳其這樣子 一樣被罵了十幾年 稅局 對不對 那請問同樣標準 柯文哲是不是 柯文哲不是更糟糕 糟糕這一次嗎 所以我覺得其實談政治 沒有什麼標準一致就夠了 幫我補充一下 上次錢貴失火的時候 柯文哲人在屏東 好險有黃珊珊指揮 像鄭浩說 但是柯文哲依然發明了理論 叫魯落理論 各位記得嗎 結果就是批評不要亂扯 害我被出征 這一次柯文哲又發明了 沒有什麼理論 給了一堆奇奇怪怪的說法 黃珊珊已經去選舉了 柯文哲也去選舉了 所以這一次大家覺得 莫名其妙的時候 的關鍵在哪裡 我覺得鄭浩說得非常好 台北市政府已經被掏空 更關鍵是什麼 你讓公務人員 根本像無頭蒼蠅一樣 無所適從 請問這些公務人員 使抱著這些SOP 重大的決策 都要你柯文哲來啊 所以這才是柯文哲 讓大家覺得討厭的地方啊